各位同學好,我是Nemo老師 那我想各位國二的同學 你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這個 第一至二,關於講到 More這個東西 那我知道說這個東西對大家來講是非常陌生的 那其實我非常建議 同學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課本 就是不論是像我這邊 拿的是這個男一版的 或是像是這個 我這邊有一些漢靈版 其實不管什麼版本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說,同學 所以我建議你們要把課本 的文本讀一遍 其實它是很有邏輯性的,而且 它是跟很多教授他們的經驗 然後累積把它寫下來的 所以我非常建議同學說,其實讀理話 不要只是算題目 那你最好就是從頭到尾把課本讀一遍 那你要真的讀懂 它在說什麼,那你很自然就會有 很好的基礎,那我相信你在解題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的順利,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因為解題最重要就是 你要知道你在幹嘛,不是說我會套公式 我會算答案,可是我卻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這樣做,那這樣就很可惜了 好,所以呢,我來介紹一下 關於這個莫爾的概念 其實呢,課本也有講到 課本如果在各位翻開課本 它會先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原子量的概念 你要知道莫爾這個東西呢 你必須先知道什麼叫做原子量 好,如果我現在問你說什麼是原子量 你可以回答我嗎 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課本 或者在這邊先把影片暫停 先放一下課本 再告訴我答案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把定義背起來 好,什麼是原子量呢 如果根據課本的定義呢 原子量或是科學家的定義就是說 它是一個國際單位 它是由那個IUPAC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 國際純粹化學聯合會 這是一個機構 它專門在決定一些重要的一些參數 或是一些決定一些科學的一些事實 那原子量就是他們定的 他們怎麼定呢 他們是以碳原子 以碳應該說碳為12的標準 標準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以碳為12 為標準 碳12為標準 就像說 我的體重好了 假設我這邊有一本書好了 假設這本書是標準 那我的體重呢 就是假設是50本書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來當作各種物體的標準 比方說 我的吸塵器是3本書 然後我的電腦是10本書 我的體重是50本書 所以呢 這個書就是一個標準 所以一樣道理就是說 在原子的世界 因為原子非常的微小 所以呢 你要單獨去算一顆原子真的是太困難了 所以因此呢 他們就用原子跟原子之間互相做比較 所以得到的一個數值就是這樣 那他們就是把碳定為12 這個數字就是一個標準 所以有了碳之後呢 再去跟別的東西去做比較 就發現說 比方說 每 每原子 那每呢 發現 每原子一顆呢 相當於 兩顆碳原子 好 那你告訴我 每原子應該要定為多少 所以如果一顆每原子等於兩顆碳原子 當然不是用一整顆 他們通常會用一整堆的 所以呢 一樣的數目去比較之後 就發現 那你很快就會猜出來 它等於兩個碳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24 OK 那也許呢 你會看到說 比方說 輕原子 輕原子是最輕的一種原子 好 那當科學家發現呢 他有 當他幾顆呢 當他是 十二顆的時候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好 他們發現呢 十二顆氫原子呢 剛好等於一顆碳原子 好 那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氫就是碳的十二分之一 所以氫等於十二分之一的碳 那就等於一 對不對 好 所以所有的原子就這樣定出 它的所謂的原子量 就是 你可以講 它就是用原子的質量 OK 就是它 它類似一個重量的概念 好 那同學我相信你們在學校 你應該 老師都有教你們這個 所以你們關於原子量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先知道件事情 就是 原子量就是 以碳為省 以碳十二為標準的一個數字 那各位你就會 剛剛 今天我的解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這個原子量呢 它的標準就是碳 對不對 所以它本身是沒有單位的 沒有單位 所以呢 我們會寫說 氫等於一 陽等於十六 OK 這些都是沒有單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只是互相比較而來的 如果真的要說單位就是碳 對不對 十二分之一的碳就是氫 然後就是四 三分之四的碳就是 就是所謂的氧 OK 所以它就是一個互相比較的概念 它並沒有一個 絕對的單位 所以這是一開始的這個原子量的由來 好 那你知道原子量之後就是 所以每一種原子都有它的固定的一個數字來代表它的質量 我們大家稱為原子量 好 可是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你在一個精密的化學時間中 你必須要精準的定義說 那我到底要用多少量才能夠來算 好 那這個這個概念呢 就牽涉到所謂的莫爾的概念 莫爾 莫爾呢其實是一個 它是一個單位 它是一個單位 那它是什麼單位呢 它是一種單位 好 那它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計算 像 微小例子的單位 微小例子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 各位如果你去買一包米 你知道吃米是一粒一粒的對不對 但是你到米店 你不會說 老闆我要2億5932顆米 這太小了對不對 因為 不可能老闆不可能去算 所以老闆會怎麼賣米呢 他就是用一包一包賣給你對不對 那像古代呢 古代的單位叫做 它叫做豆對不對 以前的陶約明他說 不畏五斗米折腰對不對 那斗其實蠻大 它是一個很像臉盆的東西 那以前的買米的方式就是 如果我要買一斗米 就是拿那個米把那個斗裝滿 就是把它弄平 這樣就是一斗 所以五斗米以前的 以前的薪水是用米去算 就是五斗就是 這麼多的米 五個這麼多 所以用斗來算就是 當你有這麼多米的時候 就叫一斗 這樣很方便計算對不對 那粒子单位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比方说碳好了 如果我要知道有多少碳 如果我不可能去算一颗一颗 因为太小了 所以我们会习惯有一个单位给它 让它比较好蹭或是比较好做 所以那莫尔就是这样出现 那同学要学好这个东西 就要先知道它的基本定义 那莫尔的基本定义其实也是以碳为单位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碳 我们有用化学式来跟上碳等于12类 那因为12没有单位嘛 然后这个氢呢 像氢等于1 也没有单位 像氧等于16 也没有单位 那所以科学家为了说方便计算 就像我们买一包米一样 一包米就是里面很多颗粒 但是我不知道几颗 总之就是我们会用几斤啊 或是几包米来这样来计算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原子也是一样的概念 那科学家就是定义它 注意哦这是科学家的定义 他就把银莫尔的碳定义为12克 什么意思呢 就是银莫尔的碳就是12克这么多 反过来说12克的碳就是银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定义就是 这个原子量本身没有单位 所以他们的定义做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把原子量 所以莫尔的定义 其实它的定义在图下这边 它的定义就是 原子量呢 以功课为单位 即一莫尔 原子量以功课为单位 就是一莫尔 这句话你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定义 非常重要的定义 那你如果你有课本 随便你拿个版本 你去翻开那个莫尔数这边 他会说 我给你听 他就会说 这个科学家定义莫尔这个单位 是为了方便计算 那它是以碳原子为标准 12克碳所含的原子的数目 就定为1莫尔 所以1莫尔的碳就是12克 好 所以呢 有了这个之后就很方便 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 就有些类似一包米的概念 一包米一包碳 就等于12克 可以这样想 所以呢 原子量以功课为单位 就是1莫尔 好 所以 请问1莫尔的氧有几克呢 就是16克 1莫尔的氧就是16克 好 1莫尔的氢有几公克呢 1莫尔的氢 等于1公克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 用这个单位来 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因为克 功课是可以测量的 对不对 就是几公克 几g嘛 是可以测量的 好 所以我们我先讲到这边的结论就是说 一公 这个原子量以公克为单位 就是1莫尔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像氧 氧的原子量16 所以16克就是1莫尔 1莫尔的氧就是16克 16克的氧就是1莫尔 好 1莫尔的氢原子是1公克 1公克就是1莫尔的氢原子 好 那所以呢 我把定义重新写一次 好 好 所以什么是莫尔呢 好 我们现在已经解答了一个 一个定义 好 我还没讲完 这个定义有 有两个部分 好 首先就是 第一个定义 就是 原子量 以公克为单位 即1莫尔原子的质量 质量 好 所以呢 莫尔就是当原子量加个公克 就是1莫尔的原子的质量 所以 1莫尔的 碳原子 等于12克 好 这个就是基本定义 就是客家定义 碳就是标准 你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碳就是这样定义 其实当然有它的背景 只是我先跟你讲 就是这样子 好 那 接下来就有个问题说 那这个1莫尔的碳 到底有几颗呢 那科学家就是利用一种叫 X绕色的方式 就是他就去 去 精准 因为我们知道 好 假设现在 这边有 碳原子 就是有这么多碳原子 我们把它排列在一起 就是一堆碳粉 你可以这样想象 一堆碳 好 就是写个C 表示是碳 然后呢 拿去秤重之后呢 它就是 12克 在听品上面 它是12克 好 那科学家就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1莫尔的碳里面 有几颗粒子 几颗原子 到底有几颗原子呢 那这个 有个法国科学家 就这样去算 结果就发现说 里面呢 当1莫尔的碳的时候呢 里面有几个粒子呢 就是各位熟悉的 它有6乘于10的23次方个原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得到了第二个概念就是 1莫尔的碳不但是12克 它也是有几个原子呢 有6乘于10的23次方个碳原子 好 所以呢 这就是基本定义哦 1莫尔的碳是12克 那为什么是克 因为就是原子量加个克 就变1莫尔 那1莫尔 它们去算 它们去用实验 这是实验得出来的 就是用S光去算 然后就一下用显微镜去看看 到底有几颗 总共有6乘10的23次方个原子所构成的 好 那讲到这边呢 你就会发现 莫尔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呢 它可以用来表示 这个东西有多重 对不对 那同时呢 它也可以告诉你 这个东西有多少个例子 对不对 好 有这么多个例子 那我们来举个几个例子来看看好了 来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好了 好 所以 所以呢 其实呢 莫尔它其实是一个数字 所以第二个定义就是 莫尔呢 几等于6乘10的23个数目 好 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有很多的举例 比方说 各位知道一打 一打铅笔等于多少呢 一打铅笔等于 12支嘛 对不对 12支铅笔 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打这个字就是等于12 所以打这个数字就等于12 所以你可以有说一打水果 就是12个水果 一打手机就是12个手机 一打原子笔就是12个原子笔 一打人就是12个人 所以打其实它只是一个数字 那同样道理 莫尔也是一个数字 就是很单纯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可以说 我有一莫尔的人 就是6乘10的23次方个人 这么多 可以吗 我也可以说 我有 这个海边有一莫尔的沙子 一莫尔沙子有几个 就是6乘10的23次方个 所以它是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么多数目 就像我们说一双袜子 一双就是两个的意思 二就是双 双就是二 对 那一打 打就是12 12就是打 所以一莫尔就是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是一莫尔 这两个可以互换 所以当我讲到有6乘10的23次方 就是一莫尔这么多个 那相反的反过来说一莫尔就是有这么多个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好 那你知道这些概念之后呢 它可以告诉你什么呢 好 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说碳 对不对 这个莫尔它的英文叫做mol 所以我就直接用mol来表示 所以一莫尔的碳呢 等于12克的碳 那12克的碳呢 等于6乘10的23次方个碳原子 OK 那我们可以以此类推 一莫的氧 氧原子有几克呢 有16克 对不对 好 16克的氧原子 16克的氧原子有几个呢 有6乘10的23次方个 氧原子 好 那如果你可以熟悉这个概念之后呢 它就可以推导到很多很多的类型 对不对 除了原子之外呢 大家当然也可以用来用分子 所以呢 你也可以说是用分子量为单位 就是一莫尔的分子 所以 我就是很快的把这个概念 重新的跟各位厘清 所以基本上 莫尔是一个人为的定义 它是 科学家定出来的 一个简单的用法 就是原子量以克为单位 或是分子量以克为单位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水H2 它的分子量是 18 对不对 2加16 就是氢是1 所以2加16的18 所以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1莫尔的水 请问有几公克 就是加个克就好 就是18克 OK 1莫尔的水有几个呢 有 6乘10的23个 H2O分子 OK 这样可以吗 所以说呢 这个莫尔 1莫尔 所以莫尔很厉害的地方 是因为 莫尔可以转换成18 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做质量 对不对 就是同学有些时候 会把它讲成重量 当然在地球上是互通的 所以等于质量 那它又等于什么呢 树木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互换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这个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这个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 9克的水有多少个呢 9克应该18是1莫尔嘛 那9克就是只有0.5莫尔的水 对不对 那9克的水有几个水分子呢 你看就是这个的一半 就是3乘10的23次方的水分子 OK 好 那希望讲到这边的时候 你应该对莫尔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那我建议同学还是要看课本 课本真的写得蛮好的 大家都把课本 弄很新都没有去看它 其实有点可惜 但我真的觉得 你要学会看课本 你以后不管你念高中念大学 你才有这个自我学习的能力 好 那我今天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同学问我说 那个分子式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化学分子式的时候呢 什么莫尔数比等于细数比 等于那个分 等于就是莫尔数比之类的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给同学听 好了 我现在直接跳到分子式 分子式呢 有一个概念 比方说 例如我们举 课本有个例子就是 双氧水H2O2 它加入二氧化萌的时候 会分解成两个水分子 两个二氧化萌 会产生两个水分子 跟一个氧气分子 好 这个是1-3的部分 如果还没学到 没关系 那我先帮那些已经学到的同学 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这个式子告诉我 它已经平衡了 那大家也许已经会平衡了 好 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两个双氧水 这个叫做过氧化氫分子 它分解之后 会产生两个水分子 跟一个氧原子 那如果我们用图形来表示 假设 红色代表氧 然后 蓝色小圈圈代表氤 OK 那我先用个图来告诉你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就是H2O2的话 它是长这样 就是氧 两个氧 然后有两个氢 两个氧 长这样子 它的分子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 那它说 这个系数就是两个嘛 所以它就是你要画两次 两个 就画两个 图氧化氫分子 那它分解之后呢 就会产生水分子 水分子 H2O H2O看起来很像 那个Nicky Mouse 米脑鼠的样子 我们画一下 好 应该你有在学校看老师们 画过这个东西 好 加上一个氧原子 氧气分子 所以O2 好 这就是 这个分子是它的图解方式 就长这样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四个氧 这右边也是四个氧 四个氢 这边有四个氢 所以它符合原子不灭 对不对 或是质量守恒 或是大耳朵的原子论 里面提到的这些东西 好 那所以呢 首先呢 什么叫做系数 系数比 系数就是 这边有两个嘛 就是2比 这边也是两个 2比1 好 这叫系数比 那系数比呢 它会等于分子数 系数就是这个化学式前面 这叫系数嘛 那其实它也相当于两个分子 就是这两个分子 一个分子 两个分子 所以系数比7 它就等于分子数比2 比2 比1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系数是 当我们想到一个式子前面 比方说 2xy嘛 这个2就是系数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2叫做系数 你在数学里面叫系数 所以它这个2的意思就是系数嘛 对不对 那这个系数其实它的意义就是等于两个分子的过氧化氫加上两个分子的过氧化氫加上两个分子的过氧化氫分解之后会产生两个分子的水跟一个分子的氧气 OK 好 所以它当然会等于分子数比 因为它分子就长这样 所以当然只能分子数比 好 那同学比较疑惑的是 它会等于莫尔数比 莫尔数比 什么叫做莫尔数比呢 我还记得刚刚老师同学讲说 老师有讲过说 莫尔就是一个数字 那你同学问你一下 如果这边现在有两个 那现在如果乘以100倍 那这里乘以100倍 这里乘以100倍 请问会不会一样 你说当然会一样 2比2比1嘛 对不对 那所以莫尔数比就是 当它是以莫尔为单位的时候 嘿 就是 2莫尔的 这个分子 比上2莫尔的 这个水 等于2 1莫尔 所以因为你都加个莫尔 所以当然 莫尔数比也会一样 对不对 因为比例你如果同乘100倍 也是一样的比例 对不对 如果同学对这个例子有点疑惑的话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说 我们现在先不要管这个 你假设你这样说好了 假设 我们来这样想一件事 假设两个鸡蛋 我写在这边 我先把它涂掉 假设呢 两个鸡蛋 加一个饼 可以得到两个蛋饼 假设我举例子说 两个鸡蛋 加一个饼 可以得到两个蛋饼 好 那如果两莫尔的鸡蛋 加一莫尔的饼 是不是可以当两莫尔的蛋饼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 2 比1 比2 那如果是200个鸡蛋 加上100个饼 可以得到200个蛋饼 对不对 所以莫尔数比就是说 我只是在用莫尔来当作单位 对不对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 一样的比例的方式 因为你就是同乘于这么多个 所以 为什么会讲到莫尔数比呢 因为莫尔数它怎么来的 它只要这个加个功克就好了 对不对 加个克 它就会得到这个 一样的概念 所以 我们会用这种方法来解 那个 一些分子量的计算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所以呢 如果这一题目要来看的话 就是 我再重新写一次 把这个图擦掉 好 以这个式子来说呢 它的细数比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刚刚它说它的细数比呢 是2比2比1 对不对 那等于分子数比 分子的数目 分子数就是分子的数目 分子数也是2比2比1 好 那也会等于莫尔数 对不对 就是 它用莫尔数为单位 就是 2莫尔比2莫尔比2 1莫尔 对不对 好 只是同乘以一个单位 一个数字而已 对不对 就像你说 你2乘以100 这2乘以100 这1乘以100 不会变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 莫尔数比就是 用莫尔为单位 用莫尔为单位 有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换算成什么呢 换算成质量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能用去算说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分子 对不对 我们习惯会去称那个重量 对不对 就像你泡一些药 你就会直接称它的重量 所以我们把它换算成质量 它就很简单 这个H2O度它的分子量是多少 这是 34 对不对 那水我们刚刚说是18 那氧的话是32 所以 这个指的是1莫 那2莫的 2莫的过氧化氫就是多少 就2乘以34 对不对 所以它的质量 因为1莫是 1莫是34克 对不对 所以2莫就是等于多少 68克 好所以也就是说 68克的过氧化氫呢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水呢 2莫 那因为1莫的水是18克 所以2莫的水就是 36克 好你会得到36克的水 再比上1莫的氧气嘛 对不对 那氧气的分子量32嘛 也就是1莫32克 那1莫32克就是32克 所以它好处就是 它可以很快速的从这个数字当中呢 转换成功克 那有了功克我们就可以拿来用 对不对 因为功克可以称得出来 对不对 因为莫的数看不出来 但是功克就可以称得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的威力就在于说 你当你变成莫耳数的时候 你再乘以分子量 你就会得到质量 那有了质量呢 你就可以拿来做实验 对不对 OK 所以这就是今天关于这个 莫耳数跟分子量的 或是化学分子式的概念 那同学建议你就是回去看课本 看完课本呢 练习一下习题 我相信你一定会进步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